《心事台》各位观众 今天请到陈祖坤整形外科专科医生 帮我们谈论一系列有关整形整容的问题 我始终有一个问题 我经常见到 有时在生活上有些少少不方便 但我又不知道是否病 我请教陈医生 例如有时见到一些老人家 或者是一些年纪的太太 或是公公婆婆 不一定是老样 我想要大哥哥、大姐姐 有时眼睛会叮咖喽 他又是遮掩了少少 但他看到的 但他总觉得好像怪怪的 甚至在面部有时没什么动作 这些东西在整形上 它算是什麽状态呢? 我们刚才提及了很多美容的手术 在整形外科中有时会处理功能的手术 有功能变异或病变会令人担心 怕它转为癌症或本身已经是癌症 刚才提及了眼睛 很多人会说大小的眼睛 其实大小的眼睛就要看小的眼睛 例如它的眼睛倒下来,令它遮住了看东西 遮住了看东西,这就是功能问题 这个功能问题是可以改善的 可以做一些手术去改善的 另外一个提及,例如我面上有一粒东西 平时街中人就说那粒就是痣,那粒就是默 其实在未化验之前,我们不可以这么早决定 如果那粒本身是有些变样或是变化的 这个我们任何医生都会建议 拿一个组织化验 所以割除及组织化验 这个目的是想知道那粒是一个变化的东西 还是一个癌症 还是可能也不是 陈先生,意思是脱了一粒 同时这粒也不知道是否有问题 我们先脱了它 同时就拿去化验 看看是否有没有变化 是的,没错 很多人就会只说前半个月 就说,压了粒粒 但其实不是 压了粒粒,拿去化验 这个拿去化验是一个想知道你是否有病况 如果是病况,可能要做事 如果不是病况,那就按下 另外一些就是,譬如说,有时候创伤 创伤,创伤就真的是 功能上,所以你是在做一些病化或病变的部分 这些部分也是整形外科的一部分 刚才我提及,整形外科 其实是会处理一些外壳的问题 不论它是来自天生 后期的病变或者是创伤 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有买保险 这些是否算是保险可以遮蓋的范围 因为整形外科的车被创伤,裂了骨 我上次去露營,挺好 也很好,整件事都照顾得很好 其实这些算是创伤 甚至是有些朋友说,年纪大了 怕要抢癌,或者照抢 肚子不舒服,拖了一段时间 然后又去照抢,可以遮蓋到 这些可能是属于病变的一种 是,完全正确 你刚刚提及的两个比例 譬如说,撞到手肘,爆了骨 你撞到臉,爆了骨 也是一个受伤的情况 所以两个都会去医治 所以两个都会去claim保险 理论上,如果保险单里面 是有包含这些部分的 它是避免的,即是说你是避免的 当然,最后claim不claim到 就是你和保险公司的关系 正如的对比就是 你的手肘,即是撞到爆了的情况 另外一些就是,譬如说 照抢 因为又是抢卫科医生 就怕你的肠里面生病变 所以就要去看看 如果当保险公司 或者保险公司 已经有cover这些部分 所以这个动作便自然是一个 避免的医疗行为 我明白 现在我们的年纪大了 有些毛病多多少少 都会多些关心自己的健康 而且如果有些不舒服 或者在刚才陈医生说的 功能上有些影响 其实都应该我们及早治疗 及及早发现更稳定 因为等到太后期 可能要做的事 选择又少了 多谢陈医生 谢谢你